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这算是失联人士的回归 一个月没有更新 那么我这个月跑去干什么了呢 首先是因为我的学生需要考英皇八级 他选了一首小邦的Mazuka 然后我便开始对这个Mazuka非常感兴趣 我把整本书都side read 就是说试奏了一遍 然后呢我又得知我的老师Yonghi Moon 当年他在国际大赛中 拿了肖邦的Mazuka特别奖 我就特别想跟他学习这套曲目 这套曲目呢是Opus 17 就是第17套 里面一共有四首 除了我试奏的这所有曲子之外呢 他这17这个这一套 是特别的跟傅聪先生学了的 傅聪先生我也不用多介绍了 所以我非常有幸的 间接的得到了傅聪先生的传承 所以说今天我就总结了各种的干货 怎么样表演Mazuka 怎么样去表演Authentic 也就是说最正宗最具有原味的这个Mazuka的这个特性 怎么样去演奏 今天带一些干货给大家哈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搬起小板凳 那么一样的请你准备好这个Mazuka的书 我用的是亨乐版 Mazuka呢是一种波兰的舞蹈 他其实也在其他国家有演过 非常盛行 非常popular在上层社会 那么我们一般看到维基百科和百度上 对于他的说明呢 就是说他的重拍在二拍子 就是说在第二拍上面 那么其实这个说法呢 不是很准确 也有可能是学者们实在找不到好的表现方法 来表现这个Mazuka的节奏 他其实是他的重要的那一部分 会落在二第二拍或者第三拍上 但是经常性的呢 他的这个节奏是 他的那个space 有一个小的空间在第二和第三拍上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哈 就是说肖邦有一天在教学生 那他的好朋友呢 就过来听他上课 他不知道他的好朋友在 他好朋友也是个音乐家 市场脸特别的好 然后肖邦在教他学生他Mazuka 结果这个人听着听着 肖邦突然发现他来了 肖邦说 哎你好啊 什么时候来的呀 这个人就说 哎你这个Mazuka怎么是 四二拍还是四四拍的呢 我听着 怎么不像四三拍 肖邦说 没有啊 就是四三拍 哒哒哒 然后这个人说 这不是四四拍吗 哒哒哒 切分节奏啊 肖邦说 没有啊 就是四三拍 通过这个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 Mazuka这种特别的弹性节奏 是理解这个曲子的关键 你看肖邦都是这么教他的学生的 就是在旁边 不明所以的人都会理解为四四拍 就是理解为一个切分节奏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个中间的这个小空呢 一定要把握特别好 既不能让他真的听起来像四四拍 误导了观众 但是呢 他那个小空又是腰在的 那么肖邦是怎么样在曲子中贯穿的这些小空呢 我给大家提两个tips 就是说提醒 一个是肖邦在第三拍的时候 我第四拍的目 他会用修指幅 傅从老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 讲课的时候就提过 肖邦的修指幅和空拍 是一定要比其他的作曲家 就是那个实质啊 都要再扩大一点 才能理解的特别透支 就表现的非常充裕的 这种状态下呢 才算是一种好的阐释 对音乐好的理解 那么下面呢 我就会逐个逐个音 每个每个小节 从头到尾的为大家演奏 并讲解肖邦的一首Mazuka 是第十七 OPUS第十七的Number 4第四条 请大家拿好小本本 做好笔记 因为这是全干货 间接性的从父从老先生 那里来的哦 记好来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子 影子分两部分 一个是左手 第一线条 一个是右手 突然拖出来的 Rai Mi Rae 所以这个Rai Mi Rae呢 前不招蹭 后不招电 很多人都会把它理解成 Shi Do Rai Mi Rae Do 但这是不对的 因为Shi Do 是左手的线条 Rai Mi Rae 是右手的线条 这两个的音色呢 要区别开来 我在一开始呢 因为小邦表了Soto Watch 也就是说悄悄话 Halfways 就一半的声音的意思 Soto Watch 所以呢 我会踩左踏板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演奏一下左手 其中呢 左手的四三二指 要比一五指 要更突出一些 因为它是旋律 到这里我会松开 这个左踏板 这样它的声音会亮一点 不是那么呜的 但是它们这个中间 要跟这个兜 有一个小小的间隔 这个兜我依然是 又把左踏板踩下去 所以光一个引子 就有很多的Tips 然后这两拍空的呢 千万时间要够 听清楚 我没有弹成 而是弹的是 而关于左手呢 最好的指法是 你在每次变和弦的 最后一个 你都要用四指 比如说第六小节的 最后一个和弦 421 然后第八小节的 最后一个和弦 421 第九小节 第三个和弦 421 第十个小节 第二 不好意思 第十小节的最后和弦 421 一词略推 也就是 你的每一个接在后面的 4 4 4 这是左手的 通用指法 我相信 Miss Moon也是跟 傅聪先生这边 学下来的这一套 所以他手把手的 交给了我 那我们再回到 右手这个旋律 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吗 它会有一个 负点来帮助你在 第三小节的 第三拍的时候 去拉长这个节奏 那么这里的这个G呢 我们的手要掀开 给它足够的时间 回到 Ready 这里稍微的给一小点 落榻般 变色彩给全 落榻般 一定要感觉 好像第一个是一个 满月 然后残月 残缺的 一片乌云来了 这里很多人都会弹得很快 这样是不对的 它是一个16分音符 这里的第三排也要往下一排靠 Mazuka的精髓 大家记住 在这一堂课中 Mazuka的精髓就是不要让别人发现你的第一排溜进来了 就是说让人毫无知觉的感受 第一排它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二三一三一 这里一定要 제节奏是 comments 虽然它的装饰音要对 这个 一定要就装饰音跟左手对 而不是主要的音跟左手对 但是这里的是 Mazuka Ms N üzer 这个�적 就是你这样就唱 这个do是要往上走的 我们一般说这个触键有两种 一个是do往上走 一个是往下沉 就是往下沉 根据你的手腕 这也是钢琴中通用的 以手腕决定音色的 上升或下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里呢 是肯定是向上移 然后下面的小音符 千万不要死对音 一定要灵活 这一排全都要往前走 一二三 这里变音色 把你的手腕放下来 变音色 平指头 不要立起来 平指头 因为这个声搜是要靠拉走的 所以它的音呢 要稍微的低一点 不是sola 是sola 是这个音色 sola 好 这个正题呢 就是主要的sim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中段 中段的节奏呢 就是非常的像人在跳 大概是这样 踏板呢 是第二拍不踩 第一和第三稍微点一下 大概是这样 我这里用的指法很巧妙 我是四 我来看一下 我是四三二 然后马上转三指 这样我就可以 就是一一一二一 这样子 这个长句的时候 中间不要停 一气呵成 然后这里换踏板 但是不要断太多 这个第三排接后面 在后面就是大概都是这样子 只要掌握这个 直到最后一行 这个八十八小几 突然变情绪 好像受到刺激 想到自己的亡国家恨 不着急 要听左手大指的这个 因为它延续了好久 继续听 这里有一个技术难点 也就是说 你在九十五小节 跟后面 不要接在一起 不是 不是这样 因为后面是 前面是 你看 它又给了你一个 一个休止符 给你 这里贼美贼美 但是不建议做过多的rebatle 除了你这个大跳动 哦 大跳的时候 然后就是到真正的 D 这里的高十一驰 散 Republican 适量来 不然你很容易就 decía 碰colo 渐漫渐消失 坦若踏板 一定要记住这个 这间是不脸的 是两个声部 然后慢慢等音消失一点 再把手拿下来